给大家介绍一个香港的新锐券商平台 这个券商就是卓锐证券 那么卓锐证券我在早期就开过账户了 但是我开户的时候还是有港美股的佣金 现在卓锐证券他把港美股免佣做了一个活动 活动截止到5月份 也就是说我们的福利又来了 而且他不只是在佣金上面做了活动 平台费还做了减免 比其他券商的平台费还要便宜 那听我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卓锐证券 我强调一下兄弟们 咱们如果想拿到入金的奖励或者转仓的奖励 是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的 就是你要停留30天或者是停留60天啊 你存入50万或者转仓50万的话 是要求这个存入60天 那么如果你是1万或者是5万的话 就是要求你存入30天 且买入任意的正股 你才能拿到这个股票新金券的返现 我再强调一遍啊 不然有些人他入金1万 他就转走了 那你这样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如果想拿到他的开户奖励 咱们如果想白嫖到这个奖励 一定是要存留30天或者是60天 然后再买入一个随便买入一个股票 你才能拿到这个股票新金券 懂吗兄弟们 这个意思啊 我们首先的老规矩来对比一下他的一个费用 那么我们假设买1000股 或者卖1000股来算的话 那卓锐证券是收3.5美金 那富途和老虎呢 分别是收9.9美金和7.9美金 长桥呢是收5美金啊 那么长桥的话也是终生免用 那我之前呢也做过视频给大家推荐过 这个券商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大家没看到我去推这个老虎和富途 对吧 我主要想让你们体验这种免用带来的这种乐趣 最主要的炒股的多数人其实都是新手 那新手的话来讲啊 使用哪个平台费用低 对吧 哪个平台方便安全 那这个是新手主要考虑的 因为大部分是新手 他实际是不会炒股的 所以呢 他一买一卖就会产生很高额的费用 那没准这个钱都没赚回来呢 平台费先花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券商 你看一下 都是这个费用比较低的哈 那么这里我刚才说了 1000股买卖的话呢 啊 他都是3.5美金啊 相比其他的都是便宜了一半左右的一个费用 因为他的这个美股的平台费是0.035 其他的是0.05左右 而且呢 美股是终生免用 目前的话有这个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港股 港股的话呢 他也是终生免用啊 但是平台费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任何券商都是15啊 最低最低的你们见过 也就是12元每笔了哈 但是呢 这个卓日证券的话 是10港币每笔的一个平台费用啊 是非常划算的 那么我们来举例啊 就是5万元的港币股票 他的交易费用就是10元每笔啊 10元港币每笔 如果是富途的话呢 就是收30元每笔啊 然后其次是老虎 因为他有加上这个0.03的交易 手续费啊 那我们看一下老虎 他加上这个手续费和平台费 要29.5美元啊 也就是说我们交易5万元的这个股票 用这个卓瑞证券 我们至少可以省下20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啊 那对比长桥的话呢 也是来省了5块钱啊 也就是说我们交易港股的费用 真的是非常低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涡轮牛熊 他的话这个佣金也是免费的啊 然后其次平台费收的也是比较低的啊 那5万块钱来算的话 也是平台费啊 这个10港币啊 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卓瑞证券啊 卓瑞证券呢 它是在2023年成立的一家科技型的金融公司啊 他呢 涉及的这个产业链呢 都是围绕着金融相关的 基本上是以技术来驱动这个金融的 那么关于他公司这块的话呢 如果想了解的可以再去搜索一下 我这里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啊 他的总部地点呢 在尖沙嘴 卓瑞证券呢 他是持有这个证监会的149类的牌照啊 也是受监管的一家证券公司 他并不是无牌公司 所以呢 这里可以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去解读了哈 那么我来说一下这个卓瑞证券 他几个优势啊 一个优势就是AI分析啊 千亿级的市场消息 他使用AI深度分析技术啊 帮投资者呢 捕捉投资机会 为用户提供智能投资参考 也就是说你啥也不懂 你是个小白 但是呢 你通过他的AI分析之后 你能迅速的就变成一个股市里边的一个啊 入门啊 已经不能说这个高手吧 我只能说让你快速的去入门了解一只股票 或者是分析一些数据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的投资指引功能啊 这个投资指引功能的话 在证券交易市场里边 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因为对于很多新手来讲 他根本就不会投资 也不懂什么策略 但是你通过这个卓日证券里边投资指引这个功能呢 就很清楚 并且很快速去了解每一只股票 那么深度行情 那卓日证券的话呢 它是提供十档买卖盘毫秒级更新的啊 第一时间呢 能给你呈现港美股的实时行情 助力你交易 第四个就是智能交易 根据投资者预设的交易策略和价格 自动监控市场状况啊 只要达成这个条件 他就会自动给你下单 其次的话呢 是他的系统操作非常的流畅 大家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 最后一个牛逼的点就是 他自研了云生态证券交易系统 交易延迟低至十毫秒以下啊 那是非常牛逼的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啊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港美股免用 那卓日证券 只要你使用我的渠道邀请链接 开户就送这个港美股免用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客户开户 有哪些福利 活动时间呢是截止到5月20号 如果你现在呢 手里拿着手机呢 已经准备好开户了 你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行开户 或者是点视频下方的这个开户 专属链接去开户 那么领取奖励的方式呢 都是在APP里边 我的奖励里边进行查看的啊 需用户手动使用方能生效 那OK我们正式来介绍一下 他的开户奖励啊 新手开户奖励 这是只针对你使用我的邀请链接 或者是二维码进行开户的客户才有的这些奖励 如果你入金啊达到1万 那么就给你300的股票现金券 这里边有使用条件 大家自己去阅读一下 如果你入金达到5万 就有500的股票现金券 入金50万或者转仓50万 就有2024的股票现金券 但是要留存60天且买入这个正股 那么开户的话呢 就送你港美股永久免用券一张啊 两个券都分别会送给你 只要你完成开户 即可拥有这两张永久免用的券 那么入金达到1万的情况下 他还额外送你啊 港美股分别4张的这个高级交易行情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延迟低高级交易行情 你能看待这个交易数据啊 更快更准啊 那很多人其实买股票 它是延迟行情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那港美股呢分别增购4张 一共就是8张啊 那30天的高级行情 你可以这个啊 去无缝的去衔接去使用就可以了 我们来说一下开户这一块 开户的话呢 我们使用邀请码或者链接 点进来用手机注册 然后登陆进来 我们选择大陆居民这里 然后选择大陆存量投资者证明 你随便去上传一个港美股的啊 开户证明或者月结单日结单 或者海外银行账户啊 都可以作为一个开户证明 这里唯独要求就是你上传的月结单和日结单 它是6个月以内的啊 就不要太早了 当然它不要求你是23年5月份之前的 它要求你近6个月之内的 你上传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关于选择开户的话 很多新手可能有一个疑问 它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啊 现金账户 第二个是保证金账户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截个图啊 做一个解释 其实保证金账户呢 它就是可以啊 去向券商借钱 然后来融资 然后支持你融资去炒股的 那现金账户就完全用你自己的钱去炒股啊 那么你默认开通的账户呢 是港美股加上A股 三个账户都一起开通的 所以呢 我建议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保证金账户 因为这个可玩的操作性啊 操作空间更大一点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 当然如果你想保守一点啊 不想那么刺激 那你就直接选择现金账户 有多少钱咱就炒多少钱呢 对不对啊 关于这个卓越证券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来到我群里边 我的群里边有卓越证券的工作人员 可以随时回答大家问题 那我看到呢 也会第一时间回答 好了 那赶快行动起来吧 兄弟们